民眾黨自己的爛帳風暴都還沒有釐清 現在呢 他們的前幕僚更加的爆料說 這柯文哲的妻子 上個月就是7月的時候 去看房 而且看的房子 還不是一般小老百姓 住的那種千萬的房子 而是破億元的房子 這可是民眾黨新竹縣的 黨部前執行長林冠年 他就爆料說 陳佩琪在7月的時候 去看立法院旁邊1.2億的豪宅 柯文哲今天早上被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說 天啊 現在台北市的房價這麼高 所以他認為他妻子只是去看看而已 但是1.2億 這錢哪裡來的 這是為黨還是為的家呢 看房這件事情現在也引發討論 而第二件事情則是最新進展 在監察院 其實在4月就已經知道 這民眾黨的仗有問題 而且早就查出 他在大選期間 其實有一些仗做不清楚 所以說從4月到現在8月底了 120天 民眾黨到底在幹嘛 這柯文哲說這相關的細節我也不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到整個事件部 120天他們內部瞧不攏 現在整個背後之後 其實就發現柯文哲 黃珊珊 李文中兄妹 在4月的時候就知道這仗有問題 還奉任他直接爆出來 讓大家都知道 好 現在大家也很關注 就是當中到底誰該負責 目前整個案件有個關鍵人物 財務長李文中 她被之前是訓後請回還是證人身分 但是黃珊珊在昨天的查賬記者會 說人家李文中什麼 說她是被告 奇怪 昨天這財務長李文中 並沒有出席這所謂查賬記者會 那麼媒體人黃偉翰就覺得奇怪 你就查賬記者會 照理講你財務長要出來說明 結果沒出來反而是黃珊珊出來 還說人家是被告 這種錯誤能犯嗎 來看到下一張圖表資料告訴你 其實後來民眾黨有改口說什麼 說這個只是她口誤 而且她目前只是證人身分 黃偉翰就說這種事情難道能口誤嗎 現在黨內更加不滿的是 好 當初黃昂珊 有這麼多的trouble這麼多的出帮 那麼現在完全不用負責嗎 看起來這柯文哲 感覺就是要定調什麼 氣禮保身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黨中很多人都不滿說 你黃珊珊如果所謂善後的話 根本就是求援兼裁判 而且沒有人敢究責她 好 柯文哲被問到這題 今天最新回應說 我是尊重這中平會 獨立運作的功能 但是其他媒體人怎麼看 媒體人說你柯文哲 是不是想要保皇當永遠的老大 畢竟其實在黨內包括 黃珊珊還有黃國昌 那麼有媒體人就分析 難道你要讓他們兩黃保持一個平衡 這樣子柯文哲才可以自己永遠當老大嗎 柯文哲的爛帳風暴 每天都有新劇情 本來以為說推給這端木正會計師就沒事了 但是周刊在爆料 早在今年4月就已經查出說 這個他在大選期間的政治獻金的收支不符 4月到現在已經多久了 現在已經8月底了 這120天他們內部自己瞧不攏 結果阿伯出事了 你看到其實民眾黨登陸之後 監察月在今年的4月就已經告訴他們說 有2000萬的這差額 要他們補一些資料來繳清 但是這個差額調節之後 到8月還是瞧不攏 好 這件事情難道說從4月開始 包括柯文哲 黃珊珊 李文中 兄妹都知情 好 既然都知情這4個多月 已經120天都完全沒有辦法解決 反而是時樂跟你要被蒙在谷底 那麼這樣瞧不成之後 現在一團爛賬出包 究竟誰該負責呢 我們回顧究竟這4個多月在瞧什麼 要講到他們選前 其實他們這些賬相當的多 有20多萬筆 但是他們外包給別人去做整理 您看到財務長李文中給他的妹妹李文娟 然後他在找他的兼任會計何愛婷來做 接著何愛婷就找他的好朋友端木正 以及助理陳偉軒一起來處理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作賬小組層層轉包 而事後端木正還給了這個陳偉軒 大概2萬塊錢答謝 20萬筆也只給人家2萬答謝 好 現在事發爛賬喬布隆 李文娟跟端木正反而互推是對方的問題 簡單來講現在檢方是怎麼看呢 檢方可能是各打20大阪 因為像是李文娟的部分的話就是150萬元交保 何愛婷的話是50萬交保 端木正的話則是100萬交保 所以問題卡在哪裡呢 現在專案小組的重點 我們看到下一個畫面就是要釐清 到底有沒有人是將端木正 要他去修改所謂的石勒或是尼奧的名義 用這樣的兩間公司的名義去修改資料呢 是端木正嗎 還是後面有其他人在操控這些賬目呢 而清贊款上的部分 賬對不上來這些錢又去哪裡了 現在專案小組就在關注這樣的一個重點 好 我們看到下一個畫面 總之現在這個爛賬風暴燒到現在 可能已經很多人都快要看不懂了 但是現在前幕僚再度爆料說 其實這政治現金收支不符大約兩千多萬 這樣的事情四月就已經知道了 那麼現在喬不容之後呢 今天有個相當重要的事情 誰該負責任呢 今天下午三點中評會就要開始召開了 黨內其實有蠻大的聲音 希望這黃珊珊你要給我負責 而也有人覺得說不是黃珊珊要負責 這兩派勢力正在拉扯 但是柯文哲過去幾天的態度是怎麼樣 他們覺得說其實這黃珊珊要出來善後 可是這樣大家就覺得說 你這樣難道是球員兼裁判嗎 而現在大家在傳就是下午三點的時候 這中評會可能因為柯文哲的態度問題 所以定調可能會開除的是誰 李文中也就是他們財務長 還有會計師端木正 好 那這樣子代表說 他要力挺黃珊珊保到底嗎 來看到其實黃珊珊現在姿態蠻低的 過去幾天她也提到所有意見都當成好意 昨天相關的記者會還有提到說 她會虛心接受 而外界怎麼解讀呢 你看到就是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 蕭旭誠她就輸了 現在看起來以政治上來講 黃珊珊過關了 怎麼說呢 因為看起來柯文哲要派她來善後 那麼以後也不會再處理黃珊珊 難道是背後緊釘的利益綁得太緊 所以柯文哲必須力保黃珊珊嗎 外界非常關注 以上是之前推播 再把時間還給靜怡 柯文哲近期捲入多項的爭議 她的妻子陳佩琪也陷入人頭公司遺雲 不過現在外界關注的是陳佩琪的生日照 鏡子反射一名緊穿短褲的男子 這個人是阿貝嗎 連線記者李一如 好主播觀眾民眾主席柯文哲陷入金流正義案件 妻子陳佩琪近期也涉嫌非法設立人頭公司 不過外界更好奇的是她前天生日文上面 照片PO的背後藏鏡人 沒有穿衣服的人到底是誰 陳佩琪也為大家解答 那個是我老公幫忙拍的 她當然是有穿衣服 可是在家裡她如果老公沒有穿衣服 這個也不違法吧 好另外針對聯誼週三 也就是明天的時候將要約談 陳佩琪也就是來成立個調查會 來查查陳佩琪涉嫌設立人頭公司的事情 對此陳佩琪也有罪性回應 你有沒有違法監 應該是沒有違法監裁 那我想說因為我們台灣好像有一萬多家 上市櫃姐有一千兩千家 那POTAL有一萬多家 我說我不可能每一個就是每一家都去給她問說 陳佩琪有沒有在你們這邊監製 你要開一個我沒有在你們這邊工作的證明 不太可能那麼多家公司 所以我明天會去跟聯誼要說 檢舉人不管是誰 檢舉人他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公司 就是我在哪一家公司有任什麼董監事 或小職員都沒有關係 我要拿到聯誼拿到的檢舉人的檢舉信函之後 那我會請聯誼說那你去到台北市的商業 商業處還是商業司 去看看去查這家公司的裡面的股東董監事 還有負責人或職員的一個結構 其實我相信那個檢舉人應該也有辦法自己去查 如果你認為說我是哪一家公司 他應該是查到我在哪一家公司有什麼 那提供了什麼給聯誼 那聯誼可以去查 那檢舉人也可以去查這樣子 好 陳佩琪也表示今天晚上會把資料看仔細 明天將會進到聯誼的調查會議 來解答一些外界的理律 以上掌握最新消息 把時間盡頭交還棚內 好 另外最新畫面則是要關心的是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呢 假賬的風波還是持續的延燒 那昨天舉行收場查賬記者會之後 又被爆出監察院退見高層找就知情了 那到底怎麼回事 再詳細的資訊我們要把時間交給一人 好 主播各位觀眾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政治金流案件 持續延超 昨天就是舉辦首場的記帳記者會 不過外界還是有很多雜音 尤其像是現在周刊又被爆出監察院 早在四月就知情 也就是說柯文哲民眾黨兩千萬的疑雲 到底是怎麼樣 對此柯文哲有最新回應 我們來聽一下 不知道 那現在說就是其實有退見 就經常有退見 但是你們都知道 那最後喬仗不沈 所以才演變到今天的結局 這個細節我不知道 監察院 我不知道 好 柯文哲都表示說不知情 不過這次周刊爆料 就是柯文哲還有黃珊珊 其實早就知道監察院 退見的事情 另外針對今天民眾黨要舉辦 中評會傳出要先開砸 李文中還有端木正 是否會力保黃珊珊 柯文哲回應 不會啦 這個我們一個 其實還是要尊重中評會 一個獨立運作的功能 好 另外傳出柯文哲妻子 陳佩琪被爆料說 看上立法院附近1.2億的房子 柯文哲對此表示 整件事情是私人事情 不方便向外界透露 以上掌握最新消息 把時間盡頭交還捧妹 打開柯文哲 這本政治獻金照耀鏡 我們東三新聞就獨家發現了 在投票前三天 也就是1月10號 他們做了這個台灣與國際 政經情勢分析的專案 而且一次就花了231萬 這到底在做什麼呢 我們深入追查 發現他原來是在佈局 敗選後的安排 都已經投票前三天了 1月10號這天 柯文哲仍在宜蘭車隊掃街 但怎麼心裡想的 卻是震驚情勢分析呢 原來倒數階段 柯文哲竟然花了231萬 分析未來五年事件簿 要給黨來使用 而這就是由特斯策略 顧問有限公司來分析 但時間點在選前三天 有這麼急嗎 做一個未來事件表 國際的主要就是美國 因為他已經選得上 他高估他的 他黨的實力吧 他對他有十幾個地位吧 做這份專案的 是柯文哲時期的 富邦獨董張榮峰 而特斯策略顧問 也掛在他的太太 李肅蘭名下 但張榮峰的重點是 柯文哲高估自己的政黨票 甚至拿小草捐獻的政治獻金 來做敗選後的專案 這豈不是對小草的背信嗎 總統當選的是誰都還不知道 以及立委席次儀都還沒有確定 當時柯文哲還在跟小草們哭窮 我覺得非常不應該 而其實製作這專案的 張榮峰大有來頭 過去與柯文哲友好 除了是富邦獨董 連107年競選台北市長時 也高調的跳出來替柯文哲競選 當時也收了300萬顧問費 但這回總統大選看不到顧問之初 原來是張榮峰覺得自己看錯人了 他有來但是被我拒絕 我覺得他交往的人很奇怪 張先生他這樣的說詞 我就是在做切割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為什麼要選前三天 還要接這樣案子 為何選前三天 要做敗選後的局勢分析 這專案或許柯正營千算萬算 算不到現在的下場 東三新聞劉瑋晨蘇士街 台北報導